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位江永祥大警司在接受有線訪問時 提到721事件的起因 他怎麼說呢 他說有一群人帶著一群示威者入到元朗 牽引整件事 當然他這番言論引起了市民的公憤 在剛剛下午4時的《車天車地》記者會當中 很多記者就著他這番言論向他作出質問 他竟然是怎麼回答呢 他說當時他這個說法只是訪問當中的一小部分 當時他所說的都是根據他在不同的傳媒 或者報導畫面裡面的一些觀察 但就不代表他們對於這件事件的結論 即是變成你的個人意見 現在變成你本人走出來和警隊割席 不是不是不是代表警隊的 是他自己的個人觀察 你這樣也可以 這就非常有問題 因為你是新穿著警隊制服來接受訪問 如果你身穿制服受訪 你也說自己不是代表這個紀律部隊來發言的話 那麻煩你便穿蝙蝠吧 否則天下大亂 譬如說警訊那樣 整排警察全部都是穿制服的 那你到底是代表警方來發言 還是發表個人意見 你車天車地記者會也是 那些警察全部穿制服 竟然經常發表個人意見 根本上你們這班人就是公私不分 穿著自己的制服來發表個人觀察 是否愚蠢 你江永祥已經是很有問題 大家留意一下 大家都記得在8月份的時候 郭泰有些機師或空姐 在他們個人的Facebook發表個人意見 這些是私人空間私人時間 他不是在當值的時候 不是上班的時間去玩Facebook 是下班在家裡玩 被人家剁灰 被人截圖 也被人解僱 包括有些教師都是這樣 被他的同事截圖 匿名投訴 終於有十多人遭受到紀律處分 就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言 在私人時間和空間發言 都是遭受到清算 但是你警察你這個江永祥 公開接受傳媒訪問 然後跟別人說 你這些只是個人的觀察 但是就不需要承擔任何效果 你顯然這個警隊已經是特權階級 跟其他行業可以完全不同 你說什麼都可以 說錯了 說那些不代表警察 又不需要承擔後果 請問你說來做什麼 至於他上司國家全大警司又怎樣呢 他就被記者問到在上星期六 在九龍灣地鐵站裡 有一條警察拿著相機來拍立場新聞的記者 然後那張相同拍攝角度的相片 就被人扔到Telegram上的群組裡 當然那些記者就問他 是誰拍的 是誰放上網 這個國家全大警司就真的串嘴了 他就說 你們那些傳媒隨便找照片 就說是警察放上去的 然後就要他們解釋 其實是很困難的 不是隨便找的 你只要看回閉路電視的片段 就知道在當時 下午六點鐘至七點鐘 這段期間有沒有人對著記者拍照 是可以找回的 你最多就是抵賴 你現在也是否認的 就說那張相片不是這個警察放上網的 但是對於這張相片是誰拍的 你完全是不至可否的 因為這件事是找得出來的 是可以追本溯源的 你沒有這樣做而已 看回閉路電視片段就可以了 拍到的 到底有沒有人在那段時間裡 對著那個記者用這個角度來拍照 如果只有你那個警察 就肯定是他拍的 除非有另一個人 對嗎 所以看大了 而且你們這些警察就是雙重標準 當你去斥責那些傳媒 隨便找張照片 就叫你警方解釋的時候 你警方何嘗不是隨便找張海報 假的海報 就要求民陣來解釋 那張擺明是偽造的 是經過篡改的 多餘的 民陣的海報 就被人偽造 就把遊行主題改成全民裝修 根本上不可能 民陣因為是和理非 怎會鼓吹這些東西呢 好了 民陣今天就說 收到警察通知 要求他們在記者會上澄清 否則 或者會被視作為煽動相關的犯罪行為 你真是多餘 那些人都解釋了 這件事是不關他的事 否認是他們發出來的 到了下午車天車地記者會的時候 那些警察就懶得戳 說歡迎民陣和暴力割蔑 民陣立即發聲明來反駁 就指出民陣作為受害的一方 竟然遭到你們這些警察來威脅 形容情況非常離譜 對於國家全大警司的言論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民陣重新一定會和警察的暴力割蔑 說得非常好 駁斥得非常精彩 值得拍掌 你們這些警察很厲害 和暴力割蔑 愛比暴力強 你經常想鼓吹這些東西 經常想分化別人 你不要當民陣是愚蠢 你不要當市民是愚蠢 這班人真是白癡 好了 我講講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有一名離職的警察 他氣暗投名 變成了示威者 而且還露出自己的真樣 接受《洛杉磯時報》的訪問 他在這個訪問當中 是斥責了警察的失控 而且還爆出了相當的內幕 我們逐點來看看 第一點 他就說到這班警察 現時來說 已經是失控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自己做過警察 一定是知道得清楚一點 根據這位人興 Cannon Wong的憶術 他就說 在學堂的時候 一定會教導學警 只有必要的時候 才能夠使用最低的武力 根據警察內部的訓練指引 警察是對於主動攻擊才能出警棍的 但是近來的情況 就似乎遠超於此 他就評論到 警察好像不受任何指引約束 學堂都不會教你對著市民丟垃圾桶 這件事就是關於灣仔 在369飯店對上天橋 有一個警察看到下方的馬路 有些示威者在逃跑的時候 他竟然是整個橙色的大的垃圾桶 是從天橋擲到街上 這些是多麼卑鄙 多麼冷血 你真的擲人來拿垃圾桶 你捉人就捉人 用來擲人來傷害他人的身體 真是多餘 所以他就認為這些警察是失控了 第二點 他就覺得自己和這些學警是格格不入 為什麼呢 原來這位黃湘 他是畢業於中學名校 而且後來還在大學畢業 獲得了一個社會學的學士學位 原來是大學生 難怪不得 他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才加入警隊 他說想體現一下 到底這些警察是否這麼壞 由於他擁有這麼高學歷的背景 於是成為了學堂裡的小數 跟那些人不太好玩得 他就形容了 這些學警很多都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 加入警隊就令到他們贏得一份身份和尊重 不僅如此 我還認為他們贏得了一份的酬金 以他們這些教育水平 知識水平 文化水平 在一個私人市場裡找到一份工作 是有這樣的薪金和福利的 一定是找不到的 所以他就唯有效忠警隊 因為這塊錢把他綁死了 第三點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曾經不停地勸說警隊的朋友離職 甚至為他們儲存好這個辭職信 但也未能成功勸退任何一個人 那當然 有錢就使得鬼退磨 而有些前同袍就跟他說明 有這麼豐厚的加班津貼 當然要留在警隊裡 於是他迫得越緊的時候 他那些前同袍就越是退縮 直到也不再回覆他的訊息 那當然不理你 你叫人辭職 這麼多水 多難得 又可以生涯體驗 亂拿著警棍 甚至乎遠距離的攻擊武器 一輩子都未必可以開到一槍 那當然是死人也賴死不走 第四點 這個離職警察就踢爆他們 那些警察就已經自我隔離 為什麼呢 因為市民對於警方的不信任 是日益發酵 將他們逼到埋場角 於是那些警察就不想聽到 跟自己立場不同的聲音 這個觀察是非常好 大家看看他們 升上來玩微博 連Facebook也不玩 Instagram也刪除了 因為他不受歡迎 他不就要跟大陸的微博友去圍牢 而且這個散仔協會主席 還要回覆一封信 就是成都的學生撐警 香港有沒有學生寫信撐警 我就不見有了 有沒有人那麼厲害 有那麼本事去寫 好呀 歡迎他寫 撐吧 好了 而且他們的沉默的大多數 神話就已經幻滅了 本來他們還以為自己真真正正是主流民意 你看看當日在理工大學外圍 拿著咪 叫進去勸行的警察 他們說什麼呢 就說下個星期區議會選舉 他們就體現到民意逆轉 他們以為真正會是民意逆轉 他們以為真正是大多數 誰知道結果一揭中的時候 原來他們是少數派 當然自己病在一旁邊 免得聽你們說話 免得眼淹 沒有眼屎乾淨 因為根本上不能面對自己 所以這個離職警察 他氣暗投名 是值得讚賞的 而且現在經常有去到示威 根據這篇報導所說 希望他萬事小心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